剛剛我們提到說 藍跟白是不是要來合作 大街是認為說 我們國民黨自己強壯起來就好了 要把60%的人拉進來 檀面怎麼看 是不是有可能合作 還是說合作的機率會比較好一點 還是國民黨還是自己 好好的做自己 我必須說 當然在理論上來講 你找越多人合作 你要重新執政的機會就越大 理論上是這樣子 因為人會比較多 人多票就多票多就會選上 可是問題是 有這麼簡單合作 你說明年2022 也許有一點點機會合作 地方的選舉或許可以合作 也許有一些機會合作 比如說國民黨的一些 相對比較艱困的選區 如果民眾黨有一些好的人選 大家一直支持他 這是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重點是在哪裡 國民黨擔心的不是2022 國民黨擔心的是2024 2024我們正常來講 你大黨要跟小黨合作 通常是大黨推出來的 最主要的候選人就是總統 小黨來支持他 然後大黨去支持小黨 在一些地方上 比如說立法委員或什麼東西 這樣子才比較容易合作 難道叫國民黨去支持 柯文哲選總統嗎 那問題是民眾黨這個黨成... 柯文哲他也認為說 以前可能也可以合 但是他現在覺得說 我自己選自己的 我幹嘛跟你合 我也不要啦 本來就是 因為柯文哲成立民眾黨的 唯一目的就是要拱柯文哲選總統 那你覺得柯文哲不管怎麼合作 有一個選項對柯文哲來講 是他不選總統嗎 他不選總統要成立這個黨幹嘛 這個黨直接解散算 所以我覺得藍白河最根本的 這個不可能的成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柯文哲絕不可能不選總統 他一定要選 那當柯文哲一定要選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藍軍要讓給他去選總統嗎 那到時候民眾黨的人當總統 請問一下藍軍要幹嘛 國民黨要幹什麼 我就不知道 難道國民黨當行政院長嗎 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嗎 我們國家的制度不容許這樣 其實內閣制的國家比較容易 你讓他們政黨合作 這一堆還比較可能 因為你分個部長他分個什麼 可是我們國家這種雙首長制 你要他怎麼分 這根本很難分嘛 所以我必須講 藍白河當然理論上來講 是這樣是最好 對大家都好 至少對我這種想拉下 民進黨執政來講是好的 可是他有個根本的困難性 他不可能合 我老實講我認為 是根本不可能合的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國民黨自己沒有辦法 趕快重新振作起來 展現出你能夠監督民進黨 而且你有執政的能力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方向 其實現在就在想說 找柯文哲合作 或是找民眾黨合作 才能夠拿回政權 老實講在我看來 是非常沒秩序的一件事 好 還沒你既然來了 我們持續來問你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都討論過了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選票 投票已經都開出來 就是朱立倫是拿到了 84,600多票 然後另外張亞中教授 是6萬多票 另外江濟正是34,000多票 卓博恩是5000多票 目前看起來 這個投票率是已經超越了50% 我們剛提到說 50算是對國民黨內的選舉來說 也是算是高的 對 怎麼看待這一次的 國民黨內的當作其的選舉 所以我必須先講 第一個就是五成 當然比國民黨 過去的一些選舉是高了 可是表示之前 大家那邊傳說很危急 張小宗快要贏 什麼什麼東西 要全體動員投票 表示假設真的這麼危急的話 你只有五成黨員出來投票 這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表示沒有那麼危急 沒有那麼強 其實說我最後這兩個禮拜 收到很多訊息就是 朱立倫很成功的操作了亡黨 我直接講芒果乾 也就是說如果讓其他候選人 我就直接講 如果讓張小宗當選 國民黨會裂景 會亡掉 所以很多的 你看這一兩個禮拜 地方出貨全部都表態 幾乎都表態 然後各地的大佬 也都跳出來支持了 甚至李四川他們 也都跳出來支持朱立倫 那我一直認為 朱立倫本來就會贏 只是他想要贏得好看而已 那現在兩個人差2萬4千多票 你說很好看嗎 我必須很誠實的講 並沒有很好看 那張小宗他拿到6萬票 比現任主席 江啟臣還要高2萬多票 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代表就是認同張小宗理念的人 在國民黨內 是佔了一個非常大比例的人 那這麼大比例的人 請問一下 當尤其是朱立倫 大家不要忘記 他在證監會上 是直接指著張小宗的鼻子講 說你是紅筒 你們黨內有這麼高比例 百分之三十幾人是紅筒 百分之三十二 對 百分之三十二人是紅筒 請問一下這個黨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李鴻元部長 他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國民黨 早就應該要來一個路線大辯論 一個論述 沒錯 那我必須講 我去年就跟江啟臣主席講 你們國民黨 就應該做這件事 結果江啟臣主席 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 沒有辦法做 那問題現在朱立倫 當了這個東西之後 朱立倫會做嗎 我認為他根本不會做 那怎麼辦呢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這個隱憂本身還在 也就是國民黨內部 其實現在有很強烈 很強 至少百分之三十二 比例以上的人 他對跟現任的 黨主席的理念 是不太一樣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黨要怎麼團結 所以我一直覺得 國民黨應該要開誠布公 就算裂解也無所謂 國民黨不是第一次裂解 國民黨分裂多好事 已經廚房不及被窄了 台灣幾乎所有大小政黨 一半以上都是國民黨分裂出去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幹嘛要怕裂解 國民黨的重點是 你要確立你的中心思想 確立完中心思想的時候 全黨能夠真正團結之後 才能夠出去打仗 不然的話 國民黨每一次發生的東西就是 你每次出去跟他打仗 就會內部總結有人說 我們這樣做不太對 這樣不是很好 這樣怎麼樣 那每一次 假設國民黨的十層戰力 到最後頂多發揮八層 甚至六層 每一次選舉都是這樣子 所以國民黨什麼時候能夠 把自己精化 也就至少你這個黨 大家是真的有同樣認同的人 在同一個黨裡頭 我覺得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是很重要 可是問題是我也坦白說 我認為朱立倫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對朱立倫來講 他這樣做會很冒險 尤其明年就要選舉 萬一這樣子 有些人真的走了怎麼辦 我覺得朱立倫會做這樣的考量 所以我認為 大概雷聲大有點小 他們就是這樣子繼續過去 大謙真的是這樣嗎 當然我覺得 我同意剛才寒冰的說法 那麼我們也會透過各種管道 希望黨中央 尤其是朱立倫主席 既然已經當選了 那麼在兩岸政策上 在很多重大的政策上 恐怕都應該要進行一場辯論 讓黨內的同志 或者是讓台灣的人民 能夠更清楚 國民黨的論述跟主張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就我們看到的這一次 張亞中的旋風是怎麼形成的 張亞中的旋風證實了一件事情 選黨主席需要花資源嗎 張亞中老師有下廣告嗎 他有去做業配嗎 他什麼都沒有 他甚至從北到南要辦的 造勢活動的場數都不算太多 他比起其他的候選人 現任的黨主席 或者是前任的黨主席 地方上有各式各樣的 勢力跟朋友 他都沒有 但是為什麼他能夠掀起 國民黨內的旋風 因為他打到了一個最重要的點 就是國民黨可以沒有資源 沒有黨產 可是國民黨不能沒有靈魂 不能沒有信仰 就國民黨總要有一個靈魂 告訴黨員你是為何而戰的 國民黨也要有個信仰 告訴台灣人民說 你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最缺的就是這個 兩岸的論述 最重要的關鍵 不是在對北京說話 而是在對台灣人民說話 這我一直在呼籲 我們所有的黨主席候選人 我們那兩岸政策的第一個對象 應該是台灣人民 我們要先說服了台灣人民 我們再去取得 北京政府的共識 這個順序不能倒過來 我們不能夠總是讓大家覺得 我們比較在乎北京政府的看法 但是對於台灣民間的一些意見 我們卻沒有這麼的重視 因此認為 我認為黨內的一個大辯論 路線的一個論述 的確是有這個必要 而且第二個重點來了 這國民黨的靈魂跟信仰究竟是什麼 大家在講孫中山精神 孫中山精神是100年前 國民黨創黨的孫中山精神 那是國民黨的資產 那是國民黨的榮耀 但是那不能是現在 國民黨的全部 所以國民黨 除了孫中山精神之外 這100年來這個世界變了好多 100年前沒有全球暖化的議題 100年前沒有生態保育的議題 100年前還不見得有 貧富差距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在這100年發生的 所以國民黨的信仰跟思想 國民黨必須要有新的論述 要加入更多進步的價值 我們可以在孫中山精神上 加入更多進步的價值 成為一個與時俱進的國民黨 因此國民黨現在 當前首要之物 我完全同意剛才韓濱說的 我們國民黨的靈魂 我們國民黨的信仰 我們國民黨的政策跟論述 究竟是什麼 不只是兩岸政策 包含國民黨的政綱 包含國民黨未來的目標 我認為我們都有必要 在黨內進行公開的討論 一方面讓黨內的同志 瞭解我們的方向在哪裡 另外一方面也藉著這樣的方式 大聲的告訴台灣人民 為何要支持國民黨 法定文化 中文化 並方向我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